马先生第二段婚姻黄了 无处可去 想要回家住 毕竟他第二段婚姻的破裂 跟叶女士多少有些关系 心想叶女士应该会收留他 可这时 一直在跟马先生扯关系的叶女士 却声称跟马先生没有关系了 面对这种情况 马先生很恼火 无家可归的他 觉得是时候找前妻谈判 讨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后来了他第一次找我谈 他说我现在单身了 我只求过律师了 这个房子是我里面 我有权利住 我现在的想法 就是要跟他分得干净一点 该把房子给他 你如果法院判 我该得的你给我 他在外面过不下去了 把我挤走 把我挤走 我没有离婚 没有来家找的 也没有要来家住 也没有说要免他走 对 这个我相信 因为你在外面有女人 有了几分钟 你不可能的压力 叫你点也不会的压力 你更不可能赶我走 因为我这家照顾这个儿子的 我跟他儿子的屁股 还在我身上 我害怕你 你觉得你可以 要求居住的理由是什么 就是这个房子 是我的名字 房间证是他的名字 他什么事情 一会儿协议 你认为这个协议 是有效还是无效 不管有效还是没效 对得起自己良心就行 现在这个房子 按道理说 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的 大家现在心里想的 都是把房子的问题 你说清楚就好了 现在房产证在哪儿 房产证 始终都在我这回 但是他已经不办过了 他已经挂死过了 老早就挂死了 我知道你最终是绝情绝义 而我就看你怎么解决 你解决的让我满意 我会放过你 解决不让我不满意 那我们俩就永远都下去 这个假知识 始终都是你在伤害 叶女士再次向马先生发动猛攻 他极快的语速 连珠炮式的攻击 让一旁的马先生无言以对 现在关于两人争议的焦点 房子 叶女士手持协议 声称前夫没有居住权 前夫想要居住 就必须向他辅转 而马先生则咬定 自己还是房子的主人 究竟这套房子的产权归属 该如何界定 接下来 律师高少华将从法律角度 做出分析 给出建议 他的发言也让场上的形势 发生微妙的变化